今天看到一个立田吕布 直接颠覆了我的认知 他玩个吕布 不打边路 也不混辅助 带一个惩戒就往野区突突 就在我准备一个火场 敞掉他天灵盖的时候 颠覆性荧幕发生了 他这 米莱迪反击半天反了个寂寞 紧接着他以迅雷布局 掩耳盗铃和闪铃之士来到了上路 偶遇了这对吸血鬼兄弟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 一件红年斗篷被这铝布穿出了 钢铁侠童款的感觉 把这隔两颗的裤衩子都冒烟了 原来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 很不得了的东西 这个家伙居然是主二技能的 当德江飞的面就这么水灵灵 把防御塔拆了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后面闻讯赶来的黄中 我至今都没想通他是怎么记的 如果说出又是为了拥错 那么铝布出又可以说拥了个弥天大祸 他居然敢从这个位置扛一个塔来抓美莱迪 而且还顺便空了个技能 对面看他傻乎乎的 直接七八个眼包了过来 殊不知这根本是纯纯的打握行为 不过说到最逆天了 还得是最后这波 他明明手里有大 他也不跑 硬求了对面一万个技能 就在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 受孽金像的时候 突然开启了钢板模式 直接看着我原地亚马带住